特派记者吕一轩越南建港报道,台湾政府宪政推动新南向政策,总统蔡英文曾公开交父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与亚太金和会APAC任务包括推动新南向,但宋楚瑜今在抵达越南的国际记者会中完全表示,此次参与不会特别强调新南向,因APAC不只有南向目标国, 若过于强调单一方向,不等于放弃其他机会,他也以当面向总统与其他部会首长说明过此事,政府同意调整为注重包容性。 宋楚瑜今在县刚举行抵达后的首场国际记者会,说明我国参与此次APAC的期待与目标, 政委邓正中,国法会主委陈美龄,外交部国组司长徐佩勇等人都出席记者会。 蔡总统日前宣布再度指派宋楚瑜担任今年APAC领袖代表时, 曾公开交付包括以具体行动呼应APAC共同目标, 以新南向政策图现台湾对APAC贡献与展现团队精神等三大任务, 而执掌新南向对外谈判事务的邓正中, 又一度因为签证程序问题差点爆不了现岗, 外界认为这些小插曲可能与中国不乐见台湾推动新南向介入打压有关。 宋楚瑜今天在记者会中回答相关问题时, 指着身旁的邓正中表示这是本尊,不是机器人, 还说笑的问邓,Are you a robot? 你是机器人吗?并说邓正中最后出现就表示事情圆满。 而对于新南向,宋楚瑜婉转地说, 民进党执政确实提出某些名词, 新南向但中华台北在世界上推动经济发展的机会, 如果过于强调某项不等于放弃其他机会。 宋楚瑜强调,他和总统当面说明过, 希望调整方向,邓正中与陈美龄当时也都在场, 最后政府也认同他的提议, 以及中华台北注重刀融性, 希望参与美包括中国一带一路在内的各方面, 而将近比心, 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 宋楚瑜也说, 他将在未来的领袖闭门会议中强调包容性的概念。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